国大一名女生冲凉被偷拍 超过4万人联署请愿 要求加重对涉案男生的惩罚 国大表示将成立一个委员会 检讨校内这类不当行为的惩处机制 以及给予受害者支持 那一家公司呢 则是暂停同大学的合作 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也透露 涉案男生在公司内担任财务代表 公司已经暂停了他的职务 而他随后也离职了 来看记者物量相当报道 国大一名22岁女生 上网公开自己去年11月 在校园宿舍冲凉时 遭一名24岁男同学偷拍的经历 警方接到报案调查后 给予男生警告 校方则下令男生 停课一个学期和写道歉信 但受害人认为 男生受到的处分太轻 检察署最终是决定 以有条件的警告来终结这个案件 通常在一年之内不能重犯 如果在重犯或者是触犯到 其他的类似的法令的话 原来的案件就会重新开始追究 过去超越了30年之内 没有见过总检察署改变主义的案例 为国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农场宣布 暂停同国大的所有合作 直到校方开除涉案男生 这期间不会为国大办讲座 不会提供实习机会 不让师生到公司参观或充当工业伙伴 也不会协助国大申请政府津贴 国大星期四将召开会议 同教职员和学生就事件对话 国大表示将加强对受害人的支援 包括进行多12个月的释发后跟进 以及强化宿舍的闭路电视装置 及增设更多警示牌 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祥报道